清朝雍正年间 石门县发生了一起管家轻薄妇人的荒唐案件 结果随着调查的深入 却牵扯出管家多年前的经历 以及多名受害者 由于事件牵扯广泛 影响重大 支县阮兴志在逮捕嫌犯后连夜审理 并将其处置 直到多年后阮兴志卸甲归田 才将此案的真相告知后人 当年阮兴志刚刚当上石门县之县 为了尽管熟悉当地情况 他常常到四处走访 石门县有个姓月的园外 此人腰缠万贯 家底深厚 且常常接济穷苦百姓 是当地有名的大善人 阮兴志上任后没多久 便去拜访了月圆外 便见到了他的妻子白羽山 白羽山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少妇 相貌清秀 身子婀娜 也是阮兴志 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之后 阮兴志又到县外的一个寺庙里 转悠了一圈 该寺庙名为尹山寺 里面有个支客僧 法号玄德 据说玄德和尚早年是个云游郎中 医术精湛 且治好过许多疑难杂症 自从进了尹山寺当支客僧 他便开始免费为百姓看病 因此来尹山寺的乡客 有一多半都是冲着他来的 了解完各地的情况后 阮兴志回到县衙处理公务 在翻阅多年积压的暗宗时 一起失踪案吸引了他的注意 失踪的是一个名叫小患的少女 其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三年前独自外出后以外失踪 至今未归 且能够查到的线索少之又少 这天傍晚 阮兴志整理完公务 正要回家 一个衣衫不整 头发凌乱的少妇 却忽然冲进县衙 大喊救命 阮兴志定睛一看 居然是月圆外的妻子 白羽山 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阮兴志立刻带人前往了尹山寺 原来 白羽山和丈夫成婚多年 却始终没有子寺 为此 他每月十五都会到尹山寺上香祈福 在这期间 则由管家崔小柯全程陪同 可今日上完香后 白羽山却感觉到一阵头晕 在被崔小柯附近寺庙后院的一个房间歇息时 他竟然莫名其妙睡着了 带他醒来 却发现管家崔小柯已经将其玷污 见事情暴露 崔小柯还想杀人灭口 结果不慎被白羽山逃脱 白羽山也不敢耽误 立马来到了县衙报案 阮兴志带人来到县衙后 发现崔小柯已经逃走 根据几个僧人提供的线索 官兵们顺着崔小柯逃跑的方向 火速追去 好在崔小柯并未跑远 顺利被阮兴志等人抓获 回到县衙后 岳元外也听闻此事 立马赶了过来 他一边安抚妻子 一边怒斥管家崔小柯 谁知崔小柯忽然冷笑起来 哈哈哈哈 真是可悲啊 岳老爷 你还不知道 白羽山背着你都干了什么吧 原来 岳元外和白羽山成婚多年 他由于工作原因 常常不着家 可怜白羽山 年纪轻轻 却整日独守空房 在这期间 他无意间认识了一个 名叫胡聚姬的年轻书生 胡聚姬虽出身寒门 且比白羽山小不少 却生得一副好皮囊 俊朗非凡 两人一来二去 便勾搭在了一起 两人常常趁着岳元外不在家 偷偷优惠 白羽山则拿岳元外 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圈养胡聚姬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此事还是被管家崔小柯给发现了 得知真相后 白羽山无力地瘫倒在地 月圆外双目圆征 气得差点吐血 阮兴智也有些无奈 立马带人逮捕了 白羽山的肩肤胡聚姬 就在众人以为 这是一桩荒唐伦理案的时候 变数却发生了 就在阮兴智审理此案的时候 崔小柯忽然情绪失控 猛地扑向白羽山 怒吼道 水性洋花的女人 你跟那几个人一样 都该死 该死 阮兴智立马叫人拉开崔小柯 并发现了其中的疑点 询问崔小柯口中的那几个人是谁 本来只是一句无心的询问 可崔小柯的表现却太过紧张 他支支吾吾半天 最后索性装疯卖傻 阮兴智也敏锐地察觉到 此事定不简单 随后 他暂且将众人收押 并开始调查 崔小柯的背景 经过多方搜寻 阮兴智发现 崔小柯居然还有过案底 之后 他通过月圆外 找到了崔小柯的老父亲 这才得知崔家本是书香门第 而崔父则是一名举人 奈何自从有了崔小柯之后 家族就渐渐没落了 好在崔小柯天资聪颖 读书也十分认真 可他的脾气却十分古怪 有些过于偏执 后来 父亲为其说了一门 还算不错的亲事 怎料婚后没多久 崔小柯就发现 自己的妻子和隔壁邻居有染 崔小柯火冒三丈 抄起菜刀 便冲进了隔壁家 砍伤了邻居 虽然并未致命 可他免不了牢狱之灾 就这样 不到二十岁的崔小柯 便被关押到了监狱当中 待了足足五年 出狱后 妻子和邻居早已离去 崔小柯也没了读书的心思 整日酗酒 甚至常常打骂自己父亲 浑浑噩噩过了三年后 崔小柯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认识了尹山寺的知客僧 玄德和尚 此人既会治病 更会疑心 崔小柯也在他的帮助下 渐渐恢复了正常 自那以后 崔小柯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到尹山寺找玄德和尚谈心 半年后 在几个朋友的介绍下 他进入月圆外家做工 由于曾经读过书 且干活认真有条理 他很快就得到了月圆外的青睐 并慢慢做到了管家的位置 从月圆外和岳府家丁们的口中可知 崔小柯平常是个好脾气 且办事利索 待人接物十分和善 那究竟为何 会让崔小柯忽然犯下糊涂事 第二天一早 阮兴智来到了尹山寺 准备找玄德和尚了解了解情况 结果庙里的小沙迷告诉他 玄德和尚已经失踪一天了 原来在崔小柯被捕后 玄德和尚便收拾东西离开了尹山寺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玄德和尚为何在得知崔小柯被捕后就逃走了 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 阮兴智越想越不对劲 他查看地图 毕竟只走了一天 且从其他僧人口中得知 玄德和尚是不行离开 应该不会走太远 随后 阮兴智立马安排六名捕快 骑着快马 从石门县外的六个方向出发 追捕玄德和尚 果真如阮兴智所料 此刻的玄德和尚 正在一百里外的一个客栈中歇息 就在他放松警惕之际 不快赶到 成功将其带回了县衙 一进县衙 玄德和尚立马跪在了阮兴智面前 高呼冤枉 还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崔小柯逼自己做的 阮兴智眉头微皱 莫非玷污白羽山之事 他也参与了 阮兴智没有回答 而是一拍暗幕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玄德和尚 玄德和尚还以为崔小柯已经全部招任 吓得魂飞魄散 大人 大人 我招 我全招 尸体就在尹山寺后墙外的垃圾堆下埋着 阮兴智听后大吃一惊 怎么还有尸体 他立马带着玄德和尚回到尹山寺 并按照他的指引 从尹山寺后墙外的垃圾堆下 挖出了六具已经腐烂的女性尸体 经过五座验尸得知 六人死于不同时间段 最早的死于三年前 且正是失踪的少女小患 至于其他五人 经过其身上残留的衣物和其他物件调查得知 均是县里独居的寡妇 且都是外乡人 跟村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很多 因此失踪了这么久 县衙也没有接到报案 阮兴智怎么也没想到 这桩荒唐伦理案的背后 居然还隐藏着如此大的秘密 他传唤崔小柯 当崔小柯看到尸体和玄德和尚时 脸色骤变 而玄德和尚此刻也才意识到 原来崔小柯并未招供自己 他恨得直抽自己嘴巴子 可如今证据确凿 二人也无话可说 原来崔小柯出狱后 心中满是对女性的恨意 妻子出轨的是对他打击太大 他因此仇视全天下的女性 有天傍晚 崔小柯醉酒后 遇到了独自在河边洗衣服的小患 他受性大发 将小患打晕后 拉进了一旁的草丛 将其玷污 怎料过程中 小患忽然苏醒 拼命挣扎起来 可他毕竟是个弱女子 还是被崔小柯给控制了 可挣扎的动静 却被路过的玄德和尚听到 玄德和尚当时刚刚下山 正要到县里的药铺采购药材 结果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他躲在草丛里看到了一切 而少女娇嫩的皮肤 也让他渐渐失去了理智 他患患走出草丛 来到了二人面前 崔小柯见被人发现 吓得魂飞魄散 小患也以为自己就要得救了 怎料玄德和尚非但没有救小患 反而将崔小柯拉到一旁 与其勾搭成奸 就这样 二人共同玷污了小患 事后仍不过瘾的崔小柯 居然活活掐死了他 二人怕事情暴露 便找来一个编织袋 将尸体装入运回了尹山寺 并埋在了寺后的一个垃圾堆下 自那以后 二人便勾结在了一起 玄德和尚以看病为由 物色合适的目标和对象 他行为谨慎 找的全是独居且外乡的妇人 并以治病为由 将其骗到寺庙后院 而崔小柯则纳这迷药迷晕妇人 并联合玄德和尚趁机实施犯罪 继小患之后 二人又侵害了五名女性 而在这之后 崔小柯进入了岳府工作 生活也渐渐恢复了正常 二人的罪恶活动 也终止了一段时间 直到崔小柯 无意间发现了白羽山的出轨行径后 再次刺激到了他 巧的是 玄德和尚也早已看中了 每月十五到寺庙上香的白羽山 二人一拍集合 立马展开了计划 玄德和尚在完事后 便离开了寺庙的后院 而崔小柯在欲行不轨时 白羽山却忽然醒了过来 情急之下 崔小柯本想杀人灭口 可白羽山立马跪地求饶 还说一切都可以听他的 什么都可以满足他 崔小柯还没实行犯罪 便清信了他的话 便伸手让他上床 白羽山在上床之际 偷偷拿起桌上的杯子 狠狠砸在了崔小柯的眼睛上 并夺门而出 崔小柯见状 自知暴露 他也来不及通知玄德和尚 立马翻墙而出 逃走了 不过白羽山并不知道 玄德和尚的所作所为 而玄德和尚在得知 崔小柯被抓后 还以为他二人的事情暴露 也立刻逃走了 结果让阮兴智发现了滑点 这才破获了此案 由于影响重大 案件审理结束后 阮兴智并未向外公布 并立刻暗虑处死了 崔小柯和玄德和尚 至于白羽山和湖聚基 被判去医寿账 账八十的刑罚 多年后 直到阮兴智谢甲归田 此案的真相才被揭晓 古人有云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爱情就像是生命的火花 心灵的吻合 爱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 并非占有 相爱的方法也有千千万万 只有相互理解 相互扶持 才能长长久久 宋朝时期就有个书生 他捡到一个红包 结果当夜有个美女上门提亲 亡顾的奶奶为其托梦 快答应 宋朝时期 靖州有个年轻的书生 名唤胡瑞凯 胡瑞凯是个孤儿 其父母在生下 他没多久便去世了 是一个姓宋的老妇收留了他 并将其当成了自己的亲孙子 含辛茹苦 将其拉扯长大 宋老妇是个米婆 所谓米婆 便是用一碗米 一把剪刀便可帮人驱除灾邪的能人 不止如此 宋老妇还是当地有名的产婆 帮人皆生二十多年 从未出过意外 在当地颇有声望 胡瑞凯从小就对这些感兴趣 可奶奶宋老妇 却从不让他学 反而将其送进了学堂 让他好好读书 胡瑞凯虽不情愿 可还是听了奶奶的话 他天资聪颖 二十出头便考上了举人 家里的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 可没过多久 宋老妇积劳成疾 卧床不起 眼看就要不行了 临终之际 宋老妇将孙子胡瑞凯叫到身边 给了他一个装满糯米的小荷包 并叮嘱他一定要随身携带 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就对着荷包祈福 到时他一定会出现 并帮助孙子渡过难关 胡瑞凯接过荷包 轻轻将其放入怀中 他心里清楚 奶奶只是担心自己才会这样说的 他紧紧握住奶奶的手 哭成了泪人 而宋老妇也在安排好一切后 便厌弃了 宋老妇出病当日 全村的百姓接来送行 这让胡瑞凯十分感动 可就在奶奶去世后不到一个月 胡瑞凯便遇到了一件怪事 这天傍晚 胡瑞凯正要回家 却看到镇上荣原外家挂上了白灯笼 贴上了桑字 莫非是家中出了什么变故 胡瑞凯与荣原外也算相识 当年参加乡市路上的盘缠 还是荣原外赞助的 胡瑞凯见状 便掉头来到荣原外家进行慰问 这才得知原来是荣原外的独女 娇琪因病去世了 胡瑞凯也见过娇琪 是个刚刚17岁的姑娘 活泼可爱 十分讨喜 听说她马上就要嫁给一个名叫斯玉成的年轻人了 没想到竟然出了这档子事 胡瑞凯慰问了一番后 便离开了 又过了几日 胡瑞凯听说娇琪的未婚夫 也就是那个叫斯玉成的年轻人 据说在得知娇琪死后便一病不起 如今就快不行了 胡瑞凯起初并未在意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会被牵扯其中 这天傍晚 胡瑞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又想起了奶奶 心情不免十分沉重 随后 她起身来到河边散步 走着走着 她忽然看到一个人影 原来是荣原外的管家 只见管家从怀中取出遗物 扔到了不远处的岸边后 便扭头离开了 好奇之下 胡瑞凯走了过去 发现管家丢掉的是一个红包 胡瑞凯将红包捡起 打开后发现 里面居然装着人的指甲和头发 还有一张纸条 而纸条上则写着交旗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胡瑞凯一头雾水 想不通荣原外的管家 为何要扔掉这个东西 随后 她将红包揣进怀里带回了家 准备等第二天找荣原外问问 到了夜里子时 胡瑞凯迷迷糊糊中 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她挣扎着起身 结果开门后 居然看到了一个身穿红色嫁衣的美女 其身后还有一队迎亲队 胡瑞凯吓了一跳 连连向后退去 美女却毫不在意 静止走进院子 来到了她的面前 胡公子 奴家今日是来上门提亲的 你就跟我走吧 昏暗的月光下 胡瑞凯终于认出了新娘的身份 正是荣原外的女儿 娇琪 可娇琪不是死了 那站在自己面前的岂不是 想到这 胡瑞凯被吓得魂飞魄散 不断挥舞着双臂 生怕娇琪再靠近 娇琪仿佛看出了她的顾虑 连忙解释道 胡公子请放心 奴家绝不会伤害您 只是想请您帮个忙 娇琪解释了好大议会 胡瑞凯才终于平复了心情 可就在娇琪准备说明情况之际 邻居家的公鸡忽然鸣叫起来 娇琪见状 只好带着众人先行离开 天亮后 胡瑞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荣原外家 可奇怪的是 荣原外夫妻和他的管家都不在府上 府上的家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何处 这让胡瑞凯更为疑惑 这天夜里 胡瑞凯心怀忐忑地躺在床上 好在娇琪并未出现 折腾到大半夜 他才沉沉睡去 睡梦中 他见到了自己的奶奶宋老妇 奇怪的是 宋老妇身着官服 看起来十分威风 而他的身旁 则站着身穿嫁衣的娇琪 奶奶拉着娇琪走到胡瑞凯面前 直言道 瑞凯 别想其他 快答应娇琪 胡瑞凯一脸猛 怎么什么都不说 就要自己答应和娇琪的婚事 再说了 娇琪不是死了吗 两人该怎么成亲 胡瑞凯自然不对答应 可就在这时 几人的身后忽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 他并未靠近 而是远远地看着他们 娇琪注意到后 脸色骤变 随后带着哭腔跪倒在胡瑞凯面前 胡公子 求你答应我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胡瑞凯见状 也顾不上其他 只好先行 答应了娇琪 就在答应的那一瞬间 胡瑞凯的身上忽然出现了一身喜庆的婚服 他和娇琪也来到了一个婚房当中 宋老妇则站在二人面前 为二人主持婚事 李璧到了进洞房的时候了 胡瑞凯注意到 他们三人身后的那个陌生男子 忽然大哭起来 随后扭头离开了 就在这时 宋老妇立马拿出一把通体漆黑的剑刀 拽起娇琪的手 只见娇琪的小拇指上 有一根极长的红线 而这根红线的另一头 则绑在那个男人的手上 宋老妇没有犹豫 咔嚓一声剪断了红线 娇琪则早已泪流满面 一切尘埃落定后 宋老妇和娇琪才向胡瑞凯道明了真相 原来 那个出现在他们三人身后的男人 就是娇琪的未婚夫 思玉成 思玉成和娇琪是三世情人 二人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奈何每一世二人都无法修成正果 娇琪死后 思玉成抑郁成疾 灵魂出窍 徘徊在了阳间和地府之间 只为寻找死去的娇琪 若她的灵魂再次徘徊超过七天 便再也无法回到体内 也就意味着死去 娇琪得知此事后 经过再三考虑 决定剪短二人之间的红线 彻底切断二人的联系 而剪断红线有一个要求 那便是思玉成必须死心 因此 娇琪便给父母托梦 商量为娇琪办明婚 之后 容园外剪掉女儿的头发和指甲 并写上名字和生辰八字 将其放入红包 由管家丢到河边 谁要是剪到 便会成为娇琪的冥婚对象 随后 容园外等人 前往思玉成家说明情况 并等待思玉成苏醒 巧的是 娇琪的冥婚对象 刚好就是胡瑞凯 可胡瑞凯知道 娇琪死去的事 因此表现得十分抗拒 就在娇琪有些束手无策之际 她在地府遇到了 胡瑞凯的奶奶宋老妇 原来宋老妇死后 当上了地府的阴差 一直并未去投胎 在了解完娇琪的情况后 她决定出面帮忙 就这样 娇琪和宋老妇 故意将思玉成的灵魂 引到了胡瑞凯的身边 并让她看到了 娇琪和胡瑞凯结婚的场面 让其彻底死心 并剪短了二人的红线 就在红线剪短了那一瞬间 思玉成的灵魂回到了肉体 她也重新苏醒了过来 恢复了健康 且心中对娇琪的执念 也全部消散 如今的娇琪 也终于能够安心投胎了 听完这一切 胡瑞凯早已被思玉成 和娇琪之间的爱情 感动得泪流满面 她也真正懂得了 爱一个人并非只是战友和陪伴 还是及时地放手和成全 三年后 胡瑞凯高中 并留在京城当了大官 还娶了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 不过每年清明 她都会回到家乡 为奶奶和娇琪上一炷香 故事发生在明代 襄阳有个成员外 育有三女 长女成立方 次女成立草 幼女成立和 三个女儿生的都是 肤白貌美大长腿 艳丽不凡 成员外看在眼里 洗在心里 唯一遗憾的是 成员外中年丧妻 疏于对女儿的管束 所以三个女儿 一个比一个任性 尤其是长女成立方 不但蛮横跋扈 还十分放荡 别看她才16岁 却发育得异常丰满 据三妹成立和所说 有一次天刚黑 她去学堂回来 经过王屠夫家的时候 依稀听见姐姐的声音 便凑上去寻找 结果在窗外发现 姐姐成立方正和王屠夫 做着一些令人作呕的动作 王屠夫是村里唯一的杀猪将 是个70多岁的老光棍 身体异常挺拔 高大威猛 突然王屠夫啊的一声怪叫 猛地推开成立方 臭娘们 咬疼我了 说着拽着成立方的头发 狠狠扇了成立方几个嘴巴子 将成立方扇倒在地 成立方并没有发怒 反而像一只温顺的猫一样 乖巧地趴在地上 王屠夫抽出皮鞭 狠狠打了成立方几鞭 成立方血白的肌肤 瞬间被打出树道血印 王屠夫见状 非但没有心疼 反而打得更加卖力了 一边打 一边大骂成立方 成立和比成立方小两岁 此时才十四岁 听见这污秽之声不绝于耳 又见姐姐被打 心中愤怒 直接推门进去 成立和的出现 让王屠夫和成立方都吃了一惊 成立和大声说道 为什么要打我姐姐 王屠夫停了下来 说道 他喜欢被我打 你管得着吗 成立和一脸疑惑地 看向姐姐成立方 成立方说道 妹子 王叔叔是好人 你别怪他 王叔叔没有打姐姐 那是在疼姐姐呢 面对满脸疑惑的妹子 成立方接着说道 妹子 你千万别跟爹爹说 我让王叔叔也疼疼你 说罢就伸手去拉成立和 成立和慌忙正开 拔腿就跑 成立方见妹子跑了出去 脸色大变 狠狠地对王屠夫说道 你去 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家 王屠夫随手穿了件外套追了出去 王屠夫离开后 成立方意犹未尽地爬起来 自己穿好衣服 抹了抹嘴唇就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 次日 一条大新闻轰动全镇 16岁的成家大小姐成立方 即将与七巡老汉王屠夫成亲 当天就举行婚礼 洞房 婚礼上 40岁的成员外 看着如花似玉的女儿和70多岁的王屠夫拜堂 别提心中多难受了 但是这是女儿自己选择的 自己作为父亲 虽然不舍 又能怎么办呢 婚礼过后 成立方和王屠夫被送入洞房 一众亲友都在调侃 什么一束梨花压海棠之类的 成员外听了 心中更加不适滋味 只能猛灌喜酒 随后回到自己家中 三天后 新婚夫妻回门 成立方带着丈夫来到成家 目以成舟 成员外也不再说什么 好酒好菜招待着新女婿 和一众亲朋好友 细心的亲友发现 仅仅洞房之后三天 成立方的肚子就鼓了起来 酒席进行的一半的时候 忽然成立方大叫 死心裂肺地叫 随后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七大姑说 立方这是怀孕要生了 七大姑此言一出 现场立刻就沸腾了 才结婚三天 就怀孕要生了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鸡吗 八大姨随声附和 七大姑说得不错 她就是要生了 我有经验 我来接生 说吧 八大姨和七大姑一起凑到成立方身边 片刻之后 八大姨大声叫道 生了生了 立方生了个儿子 说吧 八大姨捧着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 给成员外 恭喜恭喜 你要做外公了 现场所有人几乎都吓了一跳 成员外仔细看去 八大姨手里捧着的东西 好像是一团肉流 外表有一层绒毛薄皮 没有丝毫血色 这层皮太薄了 几乎是透明的 拿在灯光下一看 里面蜷缩着一只弱小的婴儿形状 透着一股鲜红的血色 看上去非常诡异 成员外不禁皱起眉头 也可能是受到惊吓 一时竟不知所措 七大姑健壮说道 这是胎囊吧 想必是立方刚和王屠夫 洞房怀孕 孩子还没成形 受到折磨 小产了吧 是胎囊 不过这不是人的胎囊 不然这么小 胎囊里的婴儿 还不会发育到 这么成熟的模样 忽然一个倒是打扮的男子出现 接上七大姑说的话 这是卵尸 卵尸 什么是卵尸 在场的宾客亲戚们开始交头接耳 道士冷笑一下说 所谓卵尸 是鬼卵又尸 成员外京剧地问 什么意思 道士解释道 鬼本身是不能产卵生育的 但茅山古籍有记载 恶鬼借助魅宝 可吸取天地灵气 而后按照二十四节气 每个节气杀死一个婴儿 取其阴京 满一年杀够二十四个婴儿后 恶鬼便会受孕 在人来讲 刚才那东西叫胎囊 但对鬼来说 茅山古籍称之为卵尸 如果卵尸出生 便是极其邪恶的猛鬼 七大姑问道 如果流产了 像刚才那样会怎么样 道士叹了口气道 麻烦就会来了 什么麻烦 七大姑接着问道 道士严肃地说道 流产的卵尸 若是存活下来 一旦孵出 便会杀光在场的所有人 一个都逃不掉 七大姑八大姨 下浑身出汗 瑟瑟发抖 尤其是八大姨 她手里正捧着道士 口中说的所谓的卵尸 此时捧在手里 不知所措 拿着也不是 扔掉也不是 此时成员外开口了 说道 依道长之言 此事该如何处置 道长说道 无量受佛 此子吉凶 未免祸事 当立即诛杀 成立方一听 自己刚生的孩子要被杀 骂道 臭道士 胡说八道 想害我孩子 道士并没有生气 对成员外缓缓说道 员外 怎么不见三小姐 成员外说道 小女自幼爱好诗书 前几日和学堂的同学 出门游学去了 年轻人出去历练历练也好 道士听了 缓缓说道 恐怕不是出门游学了 而是死了 什么 死了 道长莫要胡说 道士说道 我有没有胡说 自然有人知道 成员外忽然觉得一阵炫运 可能是担心小女儿性命 险些摔倒 道士来到成立方身边 问道 十月怀胎 天道规矩 人所共之 你才结婚三天 怎么能就怀孕生子 成立方无话可说 过了许久 说道 我和王叔同居已久 孩子早就有了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此时 王屠夫走了过来 说道 这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 是成立方和他爹的种 我只是个接盘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成员外 成员外的脸 长得通红通红 忽然伸手 抢过八大仪手中捧着的婴孩 狠狠摔在地上 随后 用脚践踏 成立方哭着大喊大叫 但是无济于事 肉团已经被踏成肉泥 随后 成员外缓缓说出了真相 有次成员外在屋里洗澡时 晕倒在地 正在青春期的成立方 误打误撞闯入 竟然不能自己 犯下大错 事后成员外知道此事 没想到成立方竟然怀孕 成员外知道这个孩子不能留 就让隔壁的王屠夫帮他留掉 没想到成立方为了保住孩子 竟然和王屠夫勾搭上了 王屠夫光棍多年 哪懂得什么怜香惜玉 竟然无意中把成立方弄流产了 成立方不甘心 他太想要这个特殊的孩子了 哭泣着求父亲想办法让孩子活过来 成员外心软了 他曾经听人说过制卵尸的方法 便在成立方身上做了实验 开始养卵尸 眼见成立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为了掩人耳目 便把成立方嫁给隔壁的王屠夫 王屠夫生性暴力 多次抽打成立方 没想到又伤了卵尸 所以才导致卵尸早产 至于小女儿成立和 当天从王屠夫家跑出去之后 就回到家把所见的事情跟成员外说了 成员外假装不信 狠狠打了他一顿 当夜成立方回家 把他骗到井边推了下去 倒是听完 说了句造孽啊 随后转身离去 亲友们听了之后 都咬牙切齿 痛骂成员外和成立方 这对妇女禽兽不如 纷纷离开 近代时期 静灵有个叫祝迎台的年轻郎中 他医术高明 经常免费为人看诊治病 人们都称赞他医者人心 来找祝迎台看病的人 大部分都是穷人 祝迎台也从不收他们医药费 导致他几乎没有什么收入 只能勉强温饱 因拿不出彩礼钱 他三十岁都不曾娶妻 一日 祝迎台闲来无事去山上采药 他一大早就背着竹筐出门了 不料他到了山上以后 遇到一位正在采药的美貌少女 那少女看起来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他采了许多珍贵药材 装满了竹筐 祝迎台看到少女背起竹筐有些吃力 便上前帮忙 帮少女将采好的药 送到了他住的地方 那少女自称叫子萱 独自住在山上的山洞里 祝迎台跟着少女将药材送回山洞 却发现少女居住的山洞里 藏有各种各样的医书 不仅有很多失传的古书 还有很多医书是他从不曾听过的 祝迎台看到那些医书 激动不已 便请求子萱让自己留下畅读这些医书 子萱为了感谢祝迎台对自己的帮助 便同意了祝迎台的要求 此后 祝迎台便留在山洞之中 每日翻阅那些医书 子萱对祝迎台颇为照顾 一日三餐都会给祝迎台送来 若是祝迎台有疑惑不解之处 子萱也会为祝迎台答疑解惑 祝迎台没想到子萱小小年纪懂得那么多 对她钦佩不已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 随着祝迎台与子萱相处的时间长了 两人便拜过天地山河 结为夫妻 在子萱的帮助下 祝迎台每日阅读医书 医术也精进不少 祝迎台本想读完那些医书 再带着子萱下山回家 可家人迟迟等不到祝迎台回来 只以为她上山才要失踪了 因此祝家人每日都会去山上寻找她 一年后 祝迎台的家人终于找到了这个隐蔽的山洞 他们走进山洞查看时 却发现祝迎台竟然抱着一只和枕头差不多大的癞蛤蟆 睡得十分香甜 祝家人看到祝迎台与一只癞蛤蟆同眠 吓得神色大变 急忙将她喊醒 祝迎台从睡梦中醒来 看到自己抱着一只癞蛤蟆 也非常吃惊 她对家人说明了自己的经历 并对家人解释道 我明明与我的妻子子萱在一起 怎么醒来会抱着一只癞蛤蟆呢 祝迎台话音刚落 只见一旁的癞蛤蟆摇身一变 竟然变成了子萱的模样 祝迎台看到这一幕吓得脸色大变 她皱眉询问眼前的人 你怎么会变成我妻子子萱的模样 我就是你的妻子子萱了 子萱看到祝迎台的家人找来 又见祝迎台看到了自己的真身 便对祝迎台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子萱根本不是凡人 而是天上要先的侍女 要先得知祝迎台经常无常为别人看病 觉得祝迎台医者人心 有心培养祝迎台 就让子萱带着许多医书下凡 帮助祝迎台提升医术 子萱设计与祝迎台相识 在接触到祝迎台以后 她慢慢喜欢上了认真善良的祝迎台 才与她结为夫妻 子萱表示 她只是一个修行尚浅的小仙 而她睡着以后 无法控制自己的法术 经常会显出原形 为了不让祝迎台发现自己的身份 因此子萱每次睡觉之前 都会先给祝迎台施法 让她无法在自己睡醒之前醒来 没想到祝迎台的家人会找到他们 子萱说明真相后 又含泪对祝迎台解释道 其实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我只是听说人类很讨厌癞蛤蟆 我怕你看到我的真身会嫌弃我 才一直瞒着你 祝迎台没想到子萱的来历竟是这样的 她想到这些日子子萱对自己的照顾 只觉得十分感动 她并没有嫌弃子萱是一只癞蛤蟆 而是笑着向家人介绍子萱 表示子萱就是自己的妻子 家人看到祝迎台平安无事 得知她的妻子子萱还是天上的仙女 都接受了子萱 便放心将祝迎台留在了子萱身边 在子萱的帮助下 祝迎台的医术突飞猛进 后来祝迎台看完了所有的医书 她带着子萱下了山 夫妻俩齐心协力 救治了许许多多的人 晋朝时期 于瑶有个姓唐的老汉 她早年丧妻 与女儿小素相依为命 小素方龄时期 容貌美丽 性格温柔 因此登门求亲的人家很多 唐老汉爱心女儿 想要为女儿挑选一个好人家 并没有随意为女儿定下亲事 一日 一个少年来到唐老汉家中提亲 他衣着光鲜 自称叫钟离梅 年方二十 家境富足 唐老汉见他姿态容貌像美玉一样 又见他送来的聘礼十分丰厚 唐老汉想要女儿过上好日子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两家人商定婚期时 钟离梅像是特别着急将小素娶回家 将婚期定在了七日之后 并叮嘱小素不用操心 他会将婚礼所需的东西全部准备好 婚礼前一天 钟离梅送来了成婚穿的大红嫁衣 小素看着那件华丽的嫁衣 以为钟离梅重视自己 才会准备那么好的嫁衣 他心中非常高兴 只觉得自己选对了人 到了成婚那日 小素天不亮便起床打扮自己 不料家里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就转身离开了 告诉了父亲唐老汉 唐老汉听后对小素说道 这头老黄牛在咱们家多年了 咱们一直不曾亏待他 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说话 他说这些肯定是为了你好 你且按照老黄牛的叮嘱去做 小素听了父亲的话安心不少 他也相信老黄牛不会害自己 于是新婚洞房夜 小素谎称身体不舒服 并未与钟离梅远房 等到钟离梅睡着以后 小素悄悄拿走他的衣服 他偷拿衣服的时候 闻到衣服上有一股鱼腥味 上面还粘着一些鱼鳞 小素将钟离梅的衣服 藏在了花园里 并用一块石头压住 天亮以后 钟离梅因找不到衣服 而大发雷霆 小素看到他那副模样很害怕 就站在门外不敢进屋 屋内不停传来钟离梅的咒骂声 以及摔东西的声音 小素更加害怕 便将父亲找了过来 妇女俩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屋内传来钟离梅的惨叫声 他们慌忙进屋查看 就在床下发现一条白鱼 那条鱼大约有六七尺长 奇怪的是 那白鱼身上并没有鱼鳞 小素急忙来到他藏衣服的地方查看 发现钟离梅的衣服变成了一堆鱼鳞 他这才明白 原来钟离梅不是人 他是个鱼妖 老黄牛应该是担心他被鱼妖所害 才会出言提醒他 小素担心鱼妖继续害人 便找来一把菜刀 将白衣砍成两半 拿回家煮成了鱼汤 那鱼汤的味道十分鲜美 鱼妖死后 小素发现他送来的聘礼 都变成了小石头和水草 他将那些东西都扔了 并让父亲为自己重新说亲 后来 唐老汉重新为小素说了一门亲事 对方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夫 他对小素极好 两人成婚后也十分恩爱 小素感激家中 那头老黄牛救了自己的性命 便将那头老黄牛作为陪嫁带走了 他十分善待那头老黄牛 不过从那以后 那只老黄牛再也没有说过话 一直老老实实地干活 看起来与普通的牛并没有什么区别 唐朝贞观年间 邯郸有个姓顾的老汉 他没有亲人依靠 一个人依靠乞讨为生 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不过顾老汉并没有放弃 对生活的希望 依然保持着一颗纯善之心 他知道自己能生存活命 是依靠别人对他的帮助 因此他若是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顾老汉也会尽力去帮助别人 那一年秋天 顾老汉去隔壁镇上讨饭 回去的路上忽然下起了雨 幸好顾老汉知道镇子附近有一座破庙 便一路跑去了破庙碧雨 说来也巧 顾老汉刚跑进破庙 小雨就变成了瓢泼大雨 顾老汉见外面大雨下个不停 知道这场雨一时半刻停不了 他见到天就要黑了 就在破庙里收拾出一个干净的角落 准备在破庙里停留一晚 等到次日天亮再回家 半夜的时候 顾老汉睡得正香 忽然感到有什么东西碰到了自己的手 那冰冰凉凉的感觉 直接让顾老汉从睡梦中惊醒 顾老汉睁开眼睛 就看到一头黑色野猪站在自己面前 那是一头母猪 他正在伸着蹄子碰顾老汉的手 似乎想要将他喊醒 顾老汉一下就认出了这头母猪 三个月前 他去树林里挖野菜的时候 意外在草丛里发现这头母猪正要生产 当时母猪有些难产 他哀叫着看向顾老汉 似乎在向他求救 顾老汉深知万物都有灵性 他看到这一幕有些不忍心 便走过去帮助母猪接生 母猪才得以顺利生产 自从顾老汉帮助过这头母猪以后 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没想到这次母猪 却在半夜找到他 难道又有什么事情吗 顾老汉坐起身 借着破庙里昏黄的灯光 他仔细打量着这头母猪 只见那母猪身上一切正常 顾老汉有些纳闷 母猪为何来找自己 可他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就见母猪冲着他咧嘴一笑 便驮着他从破庙里跑了出去 此时大雨还在下个不停 母猪却将顾老汉驮出破庙 跑进了雨里 顾老汉的衣服都被大雨淋湿了 秋雨寒凉 顾老汉浑身都湿透了 他在大雨里冻得瑟瑟发抖 他急忙拍着那只母猪的头 高声大喊道外面下着雨 你把驮到外面干什么 快放我下来 那只母猪像是没听到顾老汉的话似的 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 他一直驮着顾老汉往前跑了一段距离 大概离破庙有七八丈那么远 母猪才停了下来 顾老汉从母猪背上跳下来 生气地踹了母猪一脚 又骂了母猪几句 他正要转身回破庙休息 却听到轰隆一声 那座破庙瞬间倒塌了 顾老汉看到这一幕极为震惊 他呆呆站在原地 好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看着变成一片废墟的破庙 顾老汉吃惊地看了那头母猪一眼 他这才知道自己误会母猪了 是母猪救了他的命 那座破庙年久时休 被大雨冲塌也是正常的 若不是母猪及时将它从破庙里拖出来 他就要在那座破庙里丧命了 就在这时 一只小野猪从远处跑了过来 他不知从哪里闲来一把雨伞 母猪接过那把雨伞 递给顾老汉 随后就带着小母猪离开了 顾老汉看着一大一小两只野猪离开的背影 心里只觉得感慨万千 想来当初他帮助野猪生产 野猪将这件事记在了心上 才在关键时刻出现 将自己拖出了破庙 顾老汉心里对这件事极为震撼 忍不住自言自语道 当初遇到你 我真是有福 否则我怎么可能逃过这一劫呀 后来顾老汉撑着那把雨伞 顺利回到了家 奇怪的是 他回到家以后 那把雨伞忽然变成一道清烟 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过这件事以后 顾老汉只觉得动物也知恩图报 简直是比人还要有情有义 此后他若是遇到需要帮助的动物们 也会尽力帮助他们 只是从那以后 顾老汉再也没有见到过那只母猪 明朝时期 应天府有个姓唐的园外 他和妻子成婚三十年 如今夫妻俩年过五十 仍旧没有子嗣 唐园外一向与人为善 他为百姓们造桥铺路 施舍穷人 自认做了不少善事 没想到在子嗣上竟如此艰难 唐园外的妻子 韩氏没生下一儿半女 总觉得对不起丈夫 她想着自己年纪大了 无法为唐园外绵延子嗣 就批了一个叫燕红的梁家女子 给唐园外做妾 想要她为唐家绵延子嗣 然而燕红进唐家那天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韩氏和唐园外商量过以后 便选了一个良辰吉日 让人将燕红抬进唐家大门 谁知燕红的花轿 快走到唐家门口的时候 忽然刮起一阵黑风 那阵风很大 卷着飞沙走石 吹得人眼镜都睁不开了 花轿不得不停了下来 等到那阵黑风终于停下 只见花轿前不知何时 出现一头大黄牛 拦住了花轿 那头大黄牛 对着花轿不停地叫唤 声音悲淒 花轿里的燕红 听到大黄牛的叫声 也眼面痛哭起来 唐家仆人担心悟了及时 急忙上前想 赶走那头大黄牛 可是不管他们如何驱赶 大黄牛就是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唐家仆人没有办法 正要回去禀告唐员外夫妻 就听见花轿里 传出了燕红的声音 且慢 容我和大黄牛说几句话 燕红走下花轿 含泪走到大黄牛面前 耳语了几句 大黄牛像是听懂了燕红的话 最终挪动了步子 花轿这才顺利抬到了唐家 不过让众人感到奇怪的是 那头大黄牛并没有离开 他一直看着花轿进了唐家 然后就卧在唐家门口 不住地捶泪 唐家仆人觉得这一幕太过稀奇 便将此事告诉了唐员外夫妻 唐员外听了也十分纳闷 一头牛怎么会对主人如此依恋 那燕红到底和大黄牛说了什么 那头牛怎么能听懂人话 唐员外满腹疑惑地进了洞房 就看到哭得双眼通红 眼睛肿成桃子的新娘 她皱眉看了燕红一眼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看起来似乎并不想进我唐家 那你为何要上花轿 你别怕 有什么委屈只管说出来 我绝不会强迫你 燕红看到唐员外慈眉善目 语气和善 忍不住落下泪来 哭着说明了其中的隐情 原来燕红自幼失去父母 跟着歌嫂一起长大 歌嫂经常磕带打骂她 将她当成丫鬟一样使唤 燕红心中苦闷 她每次去放牛的时候 都会将心里的苦楚告诉大黄牛 大黄牛每次都会认真看着她 似乎在倾听燕红的倾诉 那天午后 燕红又去放牛 她将大黄牛拴在树上吃草 自己则坐在一棵树下乘凉 结果她不小心睡着了 等到她从睡梦中醒来 就看到大黄牛变成了一个相貌俊美的男子 还口口声声说要娶她为妻 燕红看到每日相伴的大黄牛 变成人十分高兴 且大黄牛对她温柔体贴 帮助她开解心结 燕红对大黄牛越来越依恋 一人一牛约定 等到时机成熟 他们便离开这里 再也不回来 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生活 没想到燕红的歌嫂 却将她卖给了唐家 燕红本想跟着大黄牛一走了之 歌嫂却将她关了起来 大黄牛来救她的时候 又被歌嫂发现 歌嫂狠狠打了大黄牛一顿 还用大黄牛的性命威胁她 燕红没有办法 这才坐上了唐家的花轿 燕红表示 大黄牛不舍得离开她 这才从家里逃出来 跟着她一路来到唐家 当时大黄牛拦住花轿 燕红也是劝她认清现实 要求她让开了路 唐园外听燕红说明实情 她被燕红和大黄牛的爱情感动 便让人将大黄牛请到洞房 让她代替自己入洞房 大黄牛进了洞房以后 就变成了人的模样 她和燕红眼泪抱在一起 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四日一早 唐园外便放燕红和大黄牛离开 还给他们二十两银子 让他们去外地生活 大黄牛离开前 送给唐园外两颗药丸 让她和妻子一起服用 唐园外夫妻吃下药丸没多久 韩氏便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最终生下了一对龙凤台 唐园外心地善良 成全了燕红和大黄牛 也因此得了善保 南宋时期 南方地区有一个叫花五缺的书生 此人出身于书香世家 从小耳濡目染 立志要考取功名 光宗耀祖 经过数年苦读 先后考中秀才和举人 只待进京赶考成为进士 就能顺利圆梦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花五缺拒绝了一切无效社交 整日在家中埋头苦读 日子虽然枯燥 倒也乐在其中 有一天 花五缺醒来后 突然觉得胸中郁闷无比 根本就读不下书 多番尝试无果后 花五缺放下书走出家门 向着城外的山中而去 一进山 花五缺就感到心旷神怡 心中的玉气消散不少 他开始在山中闲停信步 尽情享受着难得的闲暇时光 突然 花五缺听到一声淒厉的惨叫传来 他心头一紧 立马掉头朝着山下跑去 刚跑没几步 花五缺就看到一头遍体鳞伤的苍狼 从林子里窜到了自己的身前 不知为何 那苍狼看向花五缺的眼神里 充满了祈求 下一刻 一头黑色的大熊赶过来 一掌朝着苍狼的脑袋上拍去 花五缺心中猜想 若是这一掌拍实了 这头苍狼必然会瞬间殒命 届时自己也会成为黑熊的掌下冤魂 倒不如就下苍狼一起离开 一念至此 花五缺捡起一旁的石头朝着大熊丢去 被激怒的大熊瞬间朝着花五缺追去 花五缺扭头就跑 一边跑 一边仔细回忆着自己刚才见到的陷坑都布置在什么地方 几步后 花五缺终于想到了离他最近的陷阱的位置 他再度扭头挑衅大熊 大熊的眼中冒出熊熊怒火 加速朝着花五缺追去 花五缺夺命狂奔 顺利将大熊引到一处空旷的地方纵身一跃 大熊因为惯性杀不住车 直接摔进陷坑里 做完这一切后 花五缺满意地拍拍手 这时 刚才的那头苍狼出现在花五缺视线里 花五缺让他赶快离开 以后不要再招惹这头大熊 苍狼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然后消失在花五缺的视线里 花五缺回到家中后 心中不再像之前那般郁闷 他按照自己的计划积极备考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三个月后 花五缺背上行囊 朝着当时的京城赶去 他有预感 自己此去一定会高中 花五缺一路上紧赶慢赶 终于赶到了京城 他按照父亲的指示 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来 专心准备接下来的考试 到了晚上 花五缺突然听到楼下传来辩论声 只是听了片刻就让人有耳清目鸣之感 花五缺速来仰慕才子 立马下楼去拜见那两位正在辩论的高人 只见两个玉树临风的公子哥正在高谈阔论 二人实力相当 不分伯仲 倒是众人听得如痴如醉 花五缺从旁人口中得知 二人分别是江北世子叶灵君和江南世子陆小枫 片刻后 叶灵君和陆小枫稍作歇息 花五缺立即前去拜见 三人一见如故 开始坐而论道 谈论过程中 叶灵君和陆小枫发现 花五缺的学识竟然在二人之上 二人的脸色却变得不自然起来 当天晚上 叶灵君和陆小枫回到房间后 决定设计除掉花五缺这个强势的对手 第二天一大早 二人就来到花五缺门前 请花五缺一同到殿外的梧桐巷中走一遭 花五缺昨天和二人相谈甚欢 此刻还想着谈论一番 就立马答应下来 没多久 三人来到梧桐巷里面 叶灵君和陆小枫将花五缺带到一处僻静的墙后 让他稍后片刻 花五缺点头答应 没多久 花五缺就看到墙那边有一个面若桃花的女子开窗书洗 一贫一笑 尽是风景 花五缺瞬间被这个女子吸引 就开口倾诉情意 那女子听到花五缺的话后 先是一喜 随后眉头紧皱 这时 几个护院提着棍棒从后门走出来 将花五缺抱揍一顿 打得他奄奄一息 不多时 那名女子来到花五缺身边 对他言明他贝林已经跌落封尘 让花五缺不必挂念 安心考取功名出人头地才是 花五缺正准备说些什么 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出来 将贝林带走 花五缺此刻才明白 叶灵君和陆小枫是想让自己迷上一个不可能的人 进而不再和二人竞争 他一边痛恨二人的卑鄙 一边担忧贝林的处境 惊怒交加之下 竟然直接晕倒在墙角 梦中 花五缺发现 自己来到一片金灿灿的空间里 有一头苍狼正在等着自己 正是自己先前救下的那只 苍狼对着花五缺说道 恩人 我乃下凡力竭的双头狼 幸好被你所救 那大雄一直记恨在心 准备报复你 如今你果然 被大雄派出的两个人 害得身受重伤 无心功名 就让我来帮你一把 今天夜里 你在墙角蹲到三更 剩下的事情 我来解决 花五缺 还想再说些什么 苍狼已经消失不见 他醒来后 按照苍狼的吩咐 一动不动地蹲在墙角 三更十分 墙后突然响起一阵骚动 一对牙翼直接封锁了后门 并将蹲在墙角的花五缺抓住 原来 这对牙翼是专门前来处理贝林的事情的 她的父亲竟然是朝中的一位大员 不多时 贝林在牙翼的陪同下 从后门走出 她见到花五缺后 喜出望外 问她为何会在这里 花五缺将苍狼托梦的事 如实相告 贝林言明这是苍狼的功劳 一定是她想办法 给自己父亲托信 父亲才能设法将她救出 如今她的事情已了 花五缺还是专心备考为好 花五缺文言连连点头称是 考场上 花五缺凭借自己的能力 顺利考中进士 她将叶灵君和陆小峰的事 如实禀告给自己的岳父加恩师 贝林的父亲听后大怒 立马下令 急调二人功名 永不再永 后来 花五缺顺利和贝林成亲 二人婚后恩爱甜蜜 相互扶持 是当地的一对模范夫妻 多年后的一个夜晚 苍狼再度给花五缺托梦 说自己已经完成历劫 让花五缺多多保重 清朝时期 书生冯洪峰去山上游玩 下山时天色已晚 只能在童窗家借宿 童窗很是热情 好酒好菜接待 冯洪峰却见童窗家中丫鬟 掺其父亲走过 其父身材勾搂 面色发黑 与之前所见截然不同 冯洪峰便心中生疑 他猛灌一口酒 不安地说道 我知晓不能议论别人家事 但我见令父气色短缺 恐时日无多 此话一出 童窗却没有多大的震惊 反而默默点头 自从他回到家中 便感觉到家中有所古怪 从父亲口中听说了母亲的事情 童窗将母亲遭遇与冯洪峰分享 在二月 母亲回娘家途中 遭遇到一件怪事 原本是黑夜 却突见眼前一片光明 犹如白日 眼前出现一片竹林 竹子转瞬间枯萎 只剩下最高大的那颗还清脆 却听见竹子之中 有女婴哭泣 母亲便将竹子砍断 竹筒中出现一手掌大小的婴儿 母亲早年丧女 其母亲心声怜悯 顿觉欢喜 便将那女婴带回家中 不出半月 女婴就已经长到成年大小 且每日睡醒后 被窝都会出现一枚金元宝 靠着这些莫名出现的金元宝 她们家逐渐富裕 可又过了半月 女婴便已经成为老人模样 然后逐渐死去 死后身体化为一颗竹笋 被母亲埋到后山 因为再一次失去孩子 母亲逐渐变得痴呆 且行为怪异 每顿饭都要吃竹笋 长久之后 父亲也病重 原本身材高大的父亲 像是被吸干一般 变得矮小 没有精气神 查不出病因 因为在外经伤 听闻父亲倒下 同窗近日才回到家中 所以他的身体 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听罢 冯洪峰眉头紧皱 却见其母亲从厨房出来 端来一盘炒竹笋 让二人吃下 冯洪峰看同窗母亲 容光焕发 没有丝毫 萎靡不振的样子 可身材 却很是消瘦 面色惨白 竹笋炒得漆黑 没有胃口 同窗却全部吃下 其母亲这才高兴离去 冯洪峰感觉奇怪 便嘱咐童窗道 小心你的母亲 童窗大手一挥 毫不在意 冯洪峰便回到房中睡去 第二日清晨 童窗呕吐不止 黑血从嘴巴喷涌而出 昏死过去 冯洪峰见状 将自己随身佩戴的符纸拿出来 咬破纸尖画符后 符纸燃烧 灰烬融入水中 给童窗扶下去 童窗这才悠悠醒来 外面下起大雨 雨后在童窗呕吐的位置 竟突然生长出一颗竹笋 竹笋很大 有半人高 随着落雨停下 刹那间 女婴的哭声从竹笋内部传来 童窗母亲欣喜若狂地跑过去 将竹笋抱在怀中 不断亲吻 随后 竹笋被割开 手掌大小的女婴被拿出来 面色红润 很是喜庆 冯洪峰被眼前所见惊呆 料定此事肯定不简单 只见童窗母亲 竟直接开始补育女婴 因为没有奶水 女婴大哭 童窗母亲 竟直接将自己手掌割破 用鲜血喂养 冯洪峰见状 便慌忙给家中父亲写了一封信 心中提到自己所见 寻求解决之法 三日后 回信中提到一种叫做光虫的生物 晴天会寄生在竹子中 等待人路过后 吸取人的意识和精气 从而变成人形 生命只有鱷鱼 但会蛊惑人类 使其用鲜血喂养 死前变成竹子 经由过路的人畜吃掉 从而繁衍下一代 冯洪峰将书信内容念给童窗听 童窗见母亲已经脸色苍白 很快就要血流干而死 便着急问道解决之法 冯洪峰手中书信 突然掉落一枚土色葫芦口哨 便将其拿起吹响 刹那间 口哨声响彻天际 惊起飞鸟 声音浑厚 犹如远方天边的钟声 女鹰开始哭泣 随即眼泪犹如雨水般落下 身体逐渐干枯死去 原来光虫害怕强烈地响动 它们听觉发达 所以在雷雨天之中 不会出现 只能出现在安稳的下雨天 童窗母亲恢复神志 一脸茫然地看向二人 童窗为了感谢冯洪峰 送其三枚金元宝 冯洪峰婉拒 冯洪峰见事情已经解决 长舒一口气 收拾行李离开 冯洪峰走后 童窗来到竹林 正下大雨 他将那干枯的竹笋 埋入泥土之中 刹那间 土层被破开 一个发光的竹笋 从土中钻出来 竹笋内部 传来女鹰的哭泣声 金元宝 我要金元宝 我要发财 童窗将镰刀将竹笋隔开 将女鹰掏出来 后将手掌划破 用鲜血捕育女鹰 第二天 人们在竹林发现了 冯洪峰同窗的尸体 它已经成为一具干尸 且身旁堆满了金元宝 康熙年间 梁州有户姓成的人家 成老爷子膝下有两儿一女 算是儿女双全 奈何家里穷 将三个孩子养大都费了不少力气 好不容易等到三人成家立业 成老爷子也该享受天伦之乐了 他却忽然患病暴毙 不过当时成老爷已经八十多岁了 在当地算是喜丧 加上三个孩子也没啥钱 葬礼办的也比较简单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大儿子成云竟花重金 买了一口纯柏木打造的精巧棺材 村民们见了 都说他有孝心 老二成人与小妹成瑶 都深知大哥的家庭情况 便询问他是如何得到这口棺材的 成云却不肯透露 当时成人跟成瑶也没多想 就将父亲的尸体 放在里头下葬了 可后来的发生的事 却叫二人后悔不已 据说下葬那天 下了很大的雨 主持白事的阴阳先生 跟台官的八仙 都建议换个日子 可老大成云是个倔脾气 非要这天埋 大家没办法 只好冒雨赶到了坟地 结果一路上八仙好几次摔倒 下葬时的贡乡 也半天点不着 这种情况下 本该是给八仙和阴阳先生 多加一些钱的 怎料老大成云回来后 却只字不提家钱一事 弄得双方十分生气 连饭都没吃就走了 后来成云十分后悔 若是当初与他们搞好关系 好好检查一番 估计也不会有后头那些事发生了 不过这都是后话 按照当地习俗 家中长辈去世 儿女们要在家里守校三个月后方 能离开 三人自从婚后联系的就少了 刚好也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续续旧 联络联络感情 这天夜里 三人坐在桌前吃饭饮酒 到了半夜 小妹成瑶不胜酒力回屋歇息去了 可她刚躺下没多久 耳边却忽然传来了两个哥哥的惨叫声 她担心出事 立马冲出去查看 却看到成云跟成人倒在院子里 脸色煞白 全身发抖 双眼紧闭 怎么叫都没法反应 两兄弟离奇昏迷 成瑶吓坏了 立马找来郎中帮忙 可奇怪的是 二人的脉象四平八稳 没什么大碍 可人就是醒不过来 且脸色也越来越差 当天夜里 成瑶做了一个怪梦 她见到了死去的父亲 成老爷好像很生气 大骂三个孩子不笑 还说自己要搬家 让他们抓紧给自己弄个新架 这让成瑶仗二摸不着头脑 起初她以为自己只是多想了 可之后一连数日 总会梦到父亲 且都是提搬家的事 加上两个兄长昏迷不醒 成瑶意识到不对 她先是去找了当初主持葬礼的阴阳先生 可由于当时成瑶与其在宫前上闹矛盾 她不愿出手相助 直到成瑶哭着跪在其面前 她才答应过去看看 只是在看到昏迷的兄弟俩后 她发觉自己也没办法解决此事 便让成瑶到三十里外的道观 请一个道士来帮忙 那道士是阴阳先生的师父 他的一身本领就是道士所传授 成瑶听后 立马按照其指示 找到了那位道士 这位道士须发皆白 气质脱俗 颇有先人之姿 在得知是徒弟所求 他便跟着成瑶赶到了村中 他先是为兄弟俩检查了一番 断定二人是被射魂了 就在道士准备施法 将二人的魂魄引回来的时候 成瑶在一旁又讲述了自己梦中 王妇要求搬家的情况 道士听后愣了一下 随即微微皱眉道 看来此事没那么简单 恐怕你爹现在所躺的棺材 是个二手棺材 成瑶听后大吃一惊 不过具体的是 还要等大哥成瑶醒后再说 道士让成瑶准备了攻击血 以及朱砂 黄指等物 随即在院中开谈做法 到了傍晚时分 道士才满头大汗地 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而成瑶和成人此刻 也终于醒来过来 二人表示 那晚他们喝酒到半夜 一起到院中撒尿的时候 忽然看到有个老头在自己家中转悠 兄弟俩以为是贼 上前阻拦 怎料那老头穿着一身兽衣 且下半身空荡荡的 二人意识到撞鬼了 发出了惨叫 而那老头忽然伸手 按在了二人的头上 二人顿时失去了直觉 与此同时 一旁的成瑶提起了 道士刚刚所说的二手棺材 并质问成云到底怎么回事 成云见瞒不住 只好如实承认 给父亲用的那口棺材 其实是他低价买来的二手货 大概两年前 邻村死了一个老头 其儿子很有钱 就打造了这口棺材 前些日子 儿子给父亲签坟 而他当时已经落魄了 见棺材仍完好如初 就动了心思将父亲遗体取出 低价兜售 刚好被成云买走 成人和成瑶听后 先是一惊 随即火冒三丈 大骂成云不孝 居然用二手的东西 来糊弄父亲 一旁的道士也表示 他家这些事 估计也跟着二手棺材有关 需要尽快为其王父更换棺材 三人点头答应 随即凑钱 重新打造了一口棺材 并赶到坟地 将成老爷挖了出来 做完这些后 成云死性不改 还想着把这二手棺材卖出去 也能换些钱 可倒是却阻止了他 那天射走你俩魂魄的 估计就是这棺材的第一个主人 在将它卖给别人 那不是害人吗 此举不妥 除此之外 弟弟妹妹也阻止了成云 之后 倒是利用棺材施法 换回了那个 当晚在成家转悠的老头的鬼魂 他猜得不错 此人的确是棺材的第一任主人 他是个屈死鬼 其实当年下葬的时候 他没死透 其儿子不孝 没仔细检查 就把他给埋了 结果导致其活活憋死 在棺材里 化作驱死鬼 无法投胎 只能靠摄取他人 魂魄留存于世 不过他从未害过人 为沾染煞气 化作厉鬼 后来 倒是帮忙为其超度 化解了其心中的怨气 令他重新投胎 令他重新投胎转世 至于那副二手棺材 则被拆解烧掉了 明朝时期 应天福有个姓段的寡妇 他虽然年过三十 却依然风韵游存 即便他带着一双儿女 仍旧有人登门提亲 想将段寡妇娶回家 段寡妇担心自己重新嫁人后 会让一双儿女受委屈 又担心拖累别人 因此一直没有在家 然而那年夏天 段寡妇深夜起床如厕 意外听到两只母鸡对话 次日 他立刻带着一双儿女嫁了人 事情还要从那个深夜说起 当时段寡妇起床去茅房 不料他方便完以后 忽然听到鸡卷里 传来两个女人的说话声 段寡妇还以为有人来偷鸡 便躲在暗处 小心往鸡圈里看去 结果却发现 是鸡圈里的两只母鸡在说话 只听其中一只母鸡 骂骂咧咧地说道 我听说 一个鬼叉 因错过了勾魂的时间 为了顺利交差 那鬼叉 想在明晚勾走咱们主人的魂魄 可怜咱们主人年纪轻轻守了寡 她若是死了 她的一双儿女该怎么办 还是因为咱们家没有男主人 孕一只母鸡说道 咱们家主人是一年出生的 身上阴气重 若她重新嫁人 身边有了男人保护 那鬼叉自然不敢来找麻烦 断寡妇躲在暗处 将两只母鸡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 她没想到 自己竟然要被鬼叉勾魂去凑数 心中又是震惊 又是无奈 若是她真的被鬼叉勾走魂魄 将来谁来照顾她的一双儿女 断寡妇思来想去 最终决定嫁人 她将追求自己的人 在心里筛选了一遍 最终锁定了一个 叫丁正泽的农夫 丁正泽为人勤劳能干 老实本分 又生得一表人才 却因家境贫寒 才迟迟没有娶妻 其实断寡妇对丁正泽 也颇有好感 这些年 丁正泽经常帮助断寡妇干活 从不求回报 面对丁正泽的追求 断寡妇也动了心 只是她带着一双儿女 总担心会拖累丁正泽 才一直没有答应嫁给她 这一次 若不是她听到那两只母鸡的对话 为了活命 断寡妇也绝不会嫁人 不过她既然决定再嫁人 就要嫁给一个喜欢自己 自己也喜欢的人 四日一早 断寡妇找到丁正泽 将自己昨晚的经历告诉了她 并询问丁正泽道 你愿不愿意娶我 我愿意 丁正泽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要嫁人 我都愿意娶你 只要你嫁给我 往后我必定真心疼爱你 也会将你的孩子当成亲生孩子 一样对待 断寡妇得到丁正泽的肯定回答 当天就和丁正泽拜堂成亲 结为夫妻 断寡妇嫁给丁正泽的当天夜里 一个轻衣男鬼来到断寡妇家的鸡圈里 客气地对那两只母鸡行礼道谢 多亏有你们 我才了却一桩心愿 现在我终于可以转世投胎去了 主人你太客气了 其中一只母鸡对男鬼说道 当初我们姐妹因小时候长得不好 被原来的主人丢弃 是你将我们捡回来 养活了我们 没有你就没我们的命 我们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原来这个男鬼就是断寡妇故去的丈夫吴俊逸 吴俊逸死后 担心妻儿才迟迟没有转世投胎 吴俊逸将丁正泽对妻子的帮助看在眼里 知道丁正泽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他知道妻子也喜欢丁正泽 才故意安排两只母鸡说出那些话 设计让妻子嫁给了丁正泽 吴俊逸看到妻子嫁人后 便安心去了地府转世投胎 而断寡妇永远不会知道 吴俊逸死后还为自己做了那么多 断寡妇嫁给丁正泽后 两人十分恩爱 丁正泽将断寡妇的一双儿女 当成亲生孩子疼爱 一家人生活的和睦幸福 故事发生在宋朝时期 李灵有户姓范的人家 范家已经期待没有女孩出生 因此范家人做梦都想生个女儿 范老爷与妻子成婚十年 在此期间 范夫人生下了五个儿子 范家后继有人 范老爷夫妻虽然高兴 但是他们仍旧想要一个女儿 那日一大早 范夫人晨起便呕吐不止 范老爷慌忙让人请来大夫 大夫诊过脉以后 便说范夫人有了身孕 范老爷得知这个消息高兴不已 他十分期盼妻子这一胎 只希望妻子能生下一个女儿 而妻子也不负所望 真的生下一个女婴 范老爷终于有了女儿 他高兴得合不拢嘴 他给女儿取名叫范瑶 金尊玉贵地养大 范瑶有父母和五个哥哥疼爱 仍旧支离董事 是标准的大家闺秀 范瑶十七岁那年 出落得亭亭玉立 登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范老爷想要给范瑶寻个好女婿 并未轻易为女儿许下婚事 那年夏天 范瑶跟随哥哥们去河边游玩 意外在河边捡到了一个比盘子还要大的河棒 范瑶曾经在书上看到过 说是河棒里会有珍珠 范瑶拿着那河棒细细检查了一番 将其清洗干净后 便将她带回了家 范瑶将那只河棒养在了卧房的水盆里 他本想等到次日约闺中密友一起前来打开河棒 不料当天夜里 那河棒竟然变成了一个俊俏的小伙 那男子穿着一身白色衣衫 韩孝站在床边 对范瑶说道 我是你夫君 你怎么能想着害我呢 当时范瑶被河棒吵醒 他得知眼前的男子是河棒所化 心中十分害怕 听到河棒这么说 范瑶更是惊慌不已 他担心河棒欺负自己 慌忙对河棒说道 我与你素不相识 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夫君 不如明日我就将你放生 求你不要伤害我 白衣男子见到范瑶如此害怕自己 先是安抚了范瑶几句 才叹息着对范瑶说道 你还记得五年前 你去河边玩耍 被河棒加伤的事情吗 范瑶想了想 他记得确实有这件事 便点了点头 白衣男子健壮 不好意思地对范瑶说道 加伤你的那只河棒就是我呀 其实我叫何毅 是那条河里的一位小仙 何毅表示 他当时正在河边晒太阳 没想到范瑶忽然将他拿了起来 他受到了惊吓 这才加伤范瑶趁机逃走 而范瑶被河棒加伤 握着受伤的手指 哭得十分伤心 我回到河里以后 看你哭得那么伤心 我就后悔了 何毅深情地看着范瑶说道 其实我见到你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你 我当时并没注意拿起我的人是你 加伤你只是我下意识的行为 这些年我心中一直惦记着你 只想再见到你 没想到我们真的有缘再见 更没想到你会将我带回家 范瑶听到何毅的深情告白 不由羞红了脸 他没想到何毅钟情自己多年 更没想到自己随手捡了一只河棒 却捡了一位神仙回家 何毅拿出一颗比鸽子蛋还大的 深紫色珍珠递给范瑶 并笑着对他说道 这些年 我已经将你看成我的妻子 并发誓非你不娶 这是我体内最大的一颗珍珠 上面还刻着你名字 若是你愿意嫁给我 便收下这颗珍珠 往后我一定好好护着你 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 范瑶见何毅如此真诚 被何毅的真心打动 他收下了珍珠 还带着何毅去见了父母 父母得知何毅是何中神仙 又得知他钟情自己的女儿多年 都认为何毅有眼光 范家人见何毅生得面观如玉 相貌堂堂 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 何毅顺利娶到了范瑶 两人拜堂成亲 结为夫妻 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 五十年代初期 街头出现了许多挑着担子 四处招揽生意的剃头将 他们的摊位不固定 基本上是走到哪剃到哪 这些剃头将大都干练 脸上挂着笑容 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和人 总能让人放心坐在他的面前 让其拿着剃刀 在自己头顶肆意工作 马成锋小时候记得很清楚 他第一次见到剃头将 是在七岁那年 只因那年是爷爷第一次同意带自己出门 因此他对世间的一切都很好奇 当时爷孙俩来去村外赶庙会 在离开之际 爷爷发现不远处有个剃头将正在招揽生意 爷爷摸了摸已经变长了头发 便上前跟剃头将打招呼 准备剃个头 剃头将脸带笑容 恭敬地请对方坐下 在询问价钱的时候 剃头将却摇了摇头 还说只要他不满意 就不收钱 爷爷一听很是满意 便闭眼享受起来 一旁的马成锋健壮 才发现剃头将不止剃头 还负责修面等工作 对方的手艺很是厉害 不多时 爷爷的头就剃好了 其脸上的胡渣 也被他刮得干干净净 剃头将拿出一块不规则的镜子 放在爷爷面前 爷爷低头凑上去看了好久 才露出了笑容 并对着剃头将竖起了大拇指 可就在爷爷感觉满意 准备付钱之际 剃头将却忽然开口拒绝了他 随即目光落在了蹲在一旁玩耍的马成锋 轻笑道 我不要钱 我要你孙子 听到这话 爷爷瞬间变了脸色 一把拉起马成锋 并指着剃头将大骂了几句 怎料对方却毫不生气 只是默默收回了自己的工具 随即一脸奸笑 七天后 我再来 言罢 剃头将头 也不回的 就走了 马成锋看着其背影 非但不害怕 反倒有些憧憬 只因从小到大 在这个家里 他过得并不开心 爷爷对他很是严苛 家里的重活累活 完全没有因为他是个孩子 就能逃掉 而爷爷也不允许他出门 只要不听话 就是一顿毒打 为此 马成锋反倒十分期许外界的生活 想到若是能被剃头将带走 跟着他四处流浪 摆脱爷爷 倒也不算坏事 回到家后 爷爷的气仍未消除 奶奶听到动静 连忙走了出来 看到奶奶 马成锋赶忙扑了过去 跳进了其怀中 别看马成锋的爷爷 已经六十好几了 其奶奶居然很是年轻 不过才三十多岁 马成锋经常听村里人说 奶奶城市 其实是爷爷从外头拐回来的 关于这个流言 马成锋也十分幸福 只因奶奶对爷爷没有爱意 只有巨异 而爷爷只要不顺心 就会将城市当作出气筒 一顿暴打 且爷爷只要出门 就会用一条很粗很沉的锁链 绑住城市的一条腿 言归正传 看到爷爷如此生气 城市抱起马成锋 试探着上前安抚 爷爷稳定了片刻 随即将遇到剃头将后 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城市 怎料城市听后 竟发出了一声惊呼 怎么了 有啥不对 当家的 你 你忘记七天后 是啥日子了 七天后 哎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原来 七天后便是民间常说的鬼节 这天是鬼门大开的日子 也是白鬼行走于世的机会 那剃头将早不来晚不来 天天挑鬼节这天再来 其中必然有蹊跷 更诡异的是 当城市问起二人 是否还记得剃头将的相貌 年龄时 爷孙俩面面相去 竟同时摇了摇头 好像那人的容貌 一瞬间从自己脑海中 被抹除了一般 城市见状脸色微变 直言二人怕是遇到鬼剃头了 那个剃头将恐怕就不是人 放在鬼节来 怕是要强行带走马成锋 听到这话 爷爷虽呵斥了城市一番 认为他在危言耸听 可额头的冷汗证明 他也有些担心 要知道 爷爷对传宗接代很是重视 虽说平日里对待马成锋 不算太好 可将来还是指望他 给马家传宗接代 并给他养老送中的 思虑片刻 爷爷起身出门 准备去找村里的徐半仙帮忙 徐半仙是村里的阴阳先生 驱邪屁煞 算卦囚服 都是他的看家本领 加上他在江湖上颇有威名 也给村里人处理过不少难题 因此大家都称呼其为徐半仙 随后 爷爷让城市准备了半筐子鸡蛋 带着去了徐半仙家 一直到半夜 爷爷才赶回家 只是他进门前 养在院子里的小黑狗 忽然朝着门口乱叫 这小黑狗是半年前 马成锋捡回来的 当时他倒在马家门口 马成锋发现他还有气息后 就将其带回家救治 没想到还真救活了 只是爷爷并不喜欢这只小黑狗 甚至好几次都想将其丢出去 好在都被马成锋发现 这才没让爷爷得逞 爷爷进门后 见小黑狗仍叫个不停 飞起一脚 直接把他给踹飞了出去 那小黑狗发出呜呜两声 便躲进了墙角 不敢再叫了 城市听到动静 柔卓眼走出房间 可他没看爷爷 反倒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小黑狗 怎么样 徐半仙怎么说 走 进屋说 爷爷拉着城市钻进了房间 至于马成锋 他刚才听到动静 也被吵醒了 见爷爷奶奶进屋 他便凑到门边偷听 徐半仙说 我跟城锋八九不离时 碰上鬼剃头了 不过那鬼法力 还不足将城锋带走 只是鬼节那天就不好说了 那怎么办 放心 徐半仙说了 只要熬过那一天 就没事了 爷爷表示 徐半仙说 鬼节那天 阴气是一年中最重的时候 那时所有的鬼魂法力大增 就会想法子作乱 不过他有意法 能让那个剃头匠 没法进他马家的门 他让爷爷第二天一早去赶早市 找一个卖肉的屠夫 把他用来剁肉的砧板买走 用桃木钉将其钻个孔挂在自家门口 至于这砧板最好是粘写的 没被清洗过的 城市听后点了点头 二人这才安心睡下 至于门外的马成锋 他听到这些后却并不在意 毕竟他年纪还小 不明白爷爷口中的鬼节 和那剃头匠有何关联 第二天一早 爷爷便带着马成锋出门了 爷孙俩在早市上闲逛了很久 终于停在了一个肉摊前 那老板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光着膀子 身上油光正亮 手里一把砍骨刀不停挥舞 砸在砧板上砰砰作响 并在上头留下了极深的刀痕 爷爷看那砧板血迹斑驳 顿时眼神发亮 并上前与那人说明了来意 那汉子倒也爽快 当即将自己的砧板 卖给了爷爷跟马成锋 二人拿着砧板 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可一进门 马成锋就看到了一脸歉意的奶奶 奶奶手里握着一根断掉的绳子 那是平日里拴小黑狗的绳子 奶奶称 临近晌午的时候 她正要做饭 却忽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 出来一看 家里的小黑狗居然咬断绳子跑走了 一听到小黑狗丢了 马成锋顿时哭了起来 爷爷见状 却嗤之以鼻 他本就不喜欢那条黑狗 如今丢了 倒也碎了其心愿 之后 他无视哭泣的孙子 转头进屋忙活了起来 不一会 买回来的砧板 就被钻出了一个孔 爷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桃木钉 穿过钻好的孔洞 将其钉在自家的门框上 在其忙活期间 城市还在不停地安慰孙子马成锋 眼看马成锋哭个不停 他神秘兮兮地凑到其耳边 轻声道 乖 不哭 等鬼节过去 小黑就回来了 小黑是马成锋对那小黑狗的别称 见奶奶一脸信誓旦旦 马成锋便相信了他 这才停止了抽气 之后几日 一直平安无事 不过在临近鬼节的前两日夜里 马成锋却总是做一个诡异的梦 梦中他好像再次见到了那个剃头匠 只是他的脸好像被一团黑雾给包裹住了 怎么也看不清其面容 剃头匠仿佛在呼喊自己 可奇怪的是 他叫的却是另一个名字 这让马成锋一头雾水 就在这时 他好像看到爷爷出现在了那个剃头匠的旁边 可下一秒 剃头匠却忽然拿出自己给人剃头的刀子 猛地扎进了其脖子 下一秒 无数鲜血从爷爷脖子的伤口处喷涌而出 马成锋也猛地从梦中惊醒 不过他没敢将这梦告诉爷爷 他害怕爷爷说自己咒他死 惹来一场毒打 很快到了鬼节这天 按照当地习俗 白天人们是要去祭拜侍者的 爷爷一大早就让城市准备了贡廷和香煮纸钱 随即带着二人来到了后山的坟场 这里埋葬的正是马成锋从未见过的父亲 可马成锋一直很奇怪 为何此地只有父亲的坟 却没有其母亲的坟 每当问起此事时 爷爷反倒很不耐烦 而奶奶则是一脸惆怅的别过脸 什么都不肯说 慢慢的 马成锋也习惯了 就不再多问 坟场里上坟的人很多 不过大家在看到爷爷领着城市和马成锋的时候 却都低着头议论纷纷 也没人愿意上前与其打招呼 爷爷也懒得搭理众人 上完坟后便急匆匆带着二人离开了 在走出坟场的时候 马成锋好像听到一句闲话 真是禽兽 连自己儿媳都抢 马成锋一头雾水 他抬头看向爷爷 爷爷的额头青筋凸起 一跳一跳的 显然被激怒了 可他没有发作 反倒在回家后 抄起条肘 江城市暴打了一顿 很快入夜 这天便是那个剃头匠所说 要再来的日子 爷爷入睡前 检查了一下门框上的砧板 在确定没问题后 才松了口气 马成锋也早早睡下了 到了半夜 一阵阴风忽然吹开了马成锋的房门 屋内的温度忽然降低了很多 明明是三幅天 他却被冻醒了 且连打喷嚏 就在他打算裹紧被子的时候 迷迷糊糊中 好像看到一道身影出现在家门口 昏暗的月光下 他认出了那人的背影 正是奶奶成事 奇怪的是 他搬来梯子 好像将爷爷挂在门框上的砧板 给取下来了 马成锋当时困得不行 就没放在心上 他到头再次睡去 迷迷糊糊中 他又梦到了那个奇怪的剃头架 可这一次 他看清了对方的面容 对方一脸慈祥地看着自己 且眉眼间与其很是相像 更让马成锋震惊的是 那剃头将居然喊他儿子 等马成锋醒来 已经日上三杆 他刚走出房间 就看到了一群身穿制服的警察 和正在哭泣的城市 城市看到马成锋 哭着上前将其抱入了怀中 与此同时 马成锋看到一群身穿白大褂的人 抬着担架从爷爷房间走出 担架上躺着一个人 一脸惊恐 四肢扭曲 正是爷爷 几个跟城市差不多大的妇人 来到马成锋面前 拿出了一张照片 上面是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婴儿 而那人正是马成锋梦中那个剃头将 事到如今 一切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爷爷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个人贩子 城市跟马成锋都是他拐来的 城市一开始是被他拐来给自己儿子当媳妇的 可儿子不争气 婚后没几年就去世了 爷爷为了给马家留后 居然不知廉耻地霸占的儿媳 可爷爷年老 有心无力 而他在一次外出之际 居然抱走了一个剃头将刚满月的儿子 并起名马成锋 将其当孙子留在了身边 至于那个剃头将 也就是马成锋的亲生父亲 据说这些年一直在找儿子的下落 可在不久前 失足掉进水库淹死了 马成锋震惊不已 愣在原地 眼泪不停涌出 城市则上前将其抱入怀中 至于爷爷的死 那些艳师官表示 他是突发心肌梗塞而死 跟城市和马成锋没有关系 就在这时 那条本该跑丢的小黑狗 居然跑回了院子 叫唤着跑到了马成锋的脚边 后来 获救的二人被带离了村子 城市则收养了马成锋 直到多年后 马成锋才从城市口中得知 原来在鬼节之前 他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他见到了马成锋的父亲 他要求自己帮忙 一是暂时将家里的小黑狗弄出去 二则是在鬼节那晚十一点后 见门上挂着的砧板取下 丢进茅坑 城市答应了此事 并全都照做 而这之后 马爷爷也莫名其妙死去了 不久后 二人打听到了剃头匠的坟学 马成锋来到其坟头认亲 并改回了自己原本的名字 古时候 苏州有个叫慕容妇的农夫 他年方十八 为人忠厚老实 待人真诚友善 他勤劳能干 依靠种田为生 每天天不亮 慕容妇便会下地干活 一年到头忙下来 一家人倒也吃喝不愁 那年一大早 慕容妇就去牛棚喂牛 却发现养了多年的母牛 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那头牛上了年纪 已经到了生命尽头 慕容妇想起 她帮了自家许多忙 不忍杀她吃肉 她和父母商量以后 便将老牛埋葬了 没想到慕容妇这个举动 却救了她自己一命 慕容妇二十岁那年 父母为她定下了一门亲事 女方名叫文蓝 是邻村一个十八岁少女 她生得如花似玉 性情和善 慕容妇对她十分满意 只盼望婚期早日到来 她可以娶文蓝进门 慕容妇成婚的前一日 她激动地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一直到后半夜 她才沉沉睡去 不料她睡着以后 竟梦到了那头死去的母牛 在慕容妇的梦中 那头母牛竟然还开口说话了 她还对慕容妇 说出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 让慕容妇根本摸着头脑 慕容妇在梦中再三叮嘱慕容妇 你取亲本是喜事 只是你明日接亲 千万别走大门 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切记 慕容妇长那么大 还是第一次看到牛能开口说话 因为是自家养的那头牛 慕容妇看到牛说话 也不觉得害怕 反而开口询问那头牛 你为何能口吐人言 我接亲本是光明正大 为何不能走大门 母牛啊母牛 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吧 母牛并没有直接回答慕容妇的话 而是叹息着对她说道 你们养了我这么多年 真心善待我 我死后你们不忍心吃我的肉 还将我妥善安葬 我心中的感激不尽 这次托梦提醒你 迎亲别走大门 就是为了报恩 只是请恕我不能泄露天机 无法告诉你原因 母牛话音刚落 慕容妇便从梦中醒来 她睁开眼睛发现天已大亮 父亲正在门外喊她 催促她赶快起床去迎亲 慕容妇应了父亲一声 脑海里却细细思索着母牛的话 打算见机行事 慕容妇带着迎亲队伍到了文兰家中 发现文兰家的大门像是刚修整过 看起来十分气派 她想起母牛在梦中对她的叮嘱 站在文兰家大门口 犹豫着该不该从大门进去 就在这时 文兰的哥哥从屋内出来 催促慕容妇赶紧进屋 给岳父母敬茶 不要耽误了及时 慕容妇想起母牛的话 觉得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想了想便对舅兄说道 舅兄 不知咱家是否有侧门 或者是后门 我成亲之前 请先生看过 说是迎亲不能从大门进去 舅兄听到慕容妇这样说 便将她从后门带了进去 说来也怪 慕容妇刚进了文兰家中 那大门的房梁忽燃塌了 慕容妇的舅兄 看到这一幕极为震惊 她心有余悸地对慕容妇说道 幸好你没走大门 大门的房梁那么粗 若是被砸中 定然非死极惨 大门塌了以后 慕容妇从后门接着文栏上了花轿 此后一切都很顺利 两人拜堂成亲结为夫妻 并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三日后 慕容妇再次梦到母牛 才知道母牛不让她走大门的原因 原来母牛死后去地府报到 在那里看到了生死簿 意外发现慕容妇要在成婚当天被岳家的房梁砸死 母牛为了救慕容妇的性命 才托梦告诉她 让她千万别走大门 慕容妇这才顺利逃过一劫 经过这件事以后 慕容妇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格外小心谨慎 此后她和妻子生儿育女 一家人生活得美满幸福 她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寿终正寝 康熙年间林毅有个名叫孟勇的少女 她父母早亡 自幼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其爷爷之前当过道士 不过年老之后 人就变得神神叨叨的 平日里不是坐在村口发呆 就是鼓刀自家院中的那棵桃树 孟勇听奶奶说 那桃树是当年爷爷当道士 其师父给她的一个种子 他随手种下 结果还真活了 如今桃树长是喜人 尤其到了阳春三月 满院的桃花 啥是好看 当时 孟勇一直认为 爷爷就是个顽皮的小老头 一天天没个正形 甚至比起自己 更喜欢他那桃树 直到他十六岁那年 由于做错事惹上了麻烦 他才终于见识到了爷爷的厉害之处 那年清明 孟勇跟着爷爷奶奶到坟头给其父母上坟 按照当地习俗 给侍者上香磕头后 需要将一些纸钱压在坟头的石块下头 也称坟头纸 奶奶把在一旁追蝴蝶丸的孟勇叫到面前 让其给父母压坟头纸 可等奶奶转过头 却猛地发现 孙女把坟头纸给压错了 在其父母坟边 有一座没有墓碑的孤坟 孟勇心里光想着完了 结果不留神 把其中一些坟头纸给压在了这孤坟的坟前 一旁的爷爷见状脸色大变 上前敲了孟勇的脑袋一下 随即让其赶紧把压错的纸抽出来 并跪到孤坟前头陪礼道歉 孟勇捂着脑袋 不情不愿地走到孤坟前 磕头道歉后 就把纸钱给抽走了 可让三人没想到的是 此事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当天夜里 孟勇就做了一个梦 梦中他仿佛被一群人围在中间 这些人穿得花红柳绿 且一个个的小脸红扑扑的 可他们的脸上都挂着诡异的笑容 像是指人一样 画上去的五官一般 其中几个女孩 给孟勇拿来了一件大红色的嫁衣 可孟勇发现 那嫁衣根本就是用纸糊出来的 他不想穿 几个女孩就把它按在地上 强制给他穿 与此同时 门外出现了一道黑影 孟勇抬头看去 那是一个新郎打扮的男子 可他的半张脸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 露着白骨 且碎肉上还爬满了白色的蛆虫 叫人恶心不已 他一脸笑意地看着孟勇 随即伸出手朝他走来 娘子都给我压坟头指了 就跟我走吧 千钧一发之际 孟勇忽然听到了爷爷的呼唤声 随即从梦中惊醒 他一睁眼 就看到爷爷奶奶坐在其床头 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他本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噩梦 直到爷爷伸手指向窗外 只见他家的院子里 凭空多出了一个花叫 爷爷称 此乃鬼叫 就是来接孟勇走的 只因他白天压错了坟头指 被那孤坟里头的家伙给看上了 听到这话 孟勇猛地想到了 梦中那半张脸腐烂的男鬼 顿时泪如雨下 奶奶将其揽入怀中 并一脸愁容地看向老伴 他爷爷 事到如今 你也别藏着掖着了 有啥本事就是出来吧 你忍心看着孙女 被那老鬼带走 这 只是那老鬼有百年功力 我怕是敌不过呀 说着 爷爷陷入了沉思 不过在走到窗户边的时候 他的余光贴向了院中的桃树 爷爷顿时记上心来 他立马找来一根红线 一头绑在孟勇的手腕上 一头则出门绑在了桃树的树干上 随即开口道 快 跟我到院中的桃树前磕头 孟勇听后 立马按照爷爷的说法 冲到了桃树前头磕头 至于爷爷 他则双手掐绝 一边围着桃树转悠 一边念诵咒语 就在这时 院中忽然刮起一阵旋风 一朵桃花从树干落下 刚好落在了孟勇的额头上 再看后头那个鬼花叫 已经消失不见了 孟勇这才松了口气 可爷爷的话又让他愣住了 原来为了救他 爷爷不得已暂时让其跟着桃树定了亲 人跟桃树定亲 他怕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不过没多久 他就接受了此事 只因在一天夜里 他梦到了一个身穿白衣 一身桃花香的英俊男子 他自称就是院中桃树 之后二人便一直在梦中相会 神奇的是 几年后 未曾成亲的梦勇竟然怀孕了 其孩子出生在下着雪的冬天 可在孩子落地那一刻 院中的桃树居然瞬间开满了桃花 仿佛也在庆贺一般 我叫段贤安 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 我的母亲很久之前就去世了 只留我和父亲两个人独自过活 在我的印象中 很久之前 父亲段子余也是很慈祥的 家中的那头黑驴就是他送给我的礼物 然而到了我十五岁那年 一切都变了 自从父亲出了一趟远门做活回来后 就变得喜怒无常 对我非打即骂 稍有不顺心 就会让我滚出家门 我本以为父亲是做活累了 过段时间就会好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父亲的脾气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变得愈发暴躁 大多数时候 我都不敢和父亲对视一眼 因为那很可能会招来父亲的大骂 与此同时 家中的黑驴倒是变得和我特别亲近 有一天 家中来了一个先锋盗鼓的道士 那道士见到父亲后 不由分说 就挥着扶尘朝着父亲打去 一向强势的父亲竟然不是道士的对手 被道士打得连连后退 眼见着父亲就要被道士打伤 我拦在了道士身前 那道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又看看家中的那头黑驴 说了一声好自为之后 转身离开 那一刻 我感觉父亲竟然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道士走后 父亲开始责骂我 为何不早些出手 害他白挨那么多下打 眼见父亲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我连忙朝着自己的小屋里面跑去 然而却还是没能跑过父亲 被父亲抓住 狠狠打了一顿 最终 还是家中的那头毛驴 实在是看不下去 挡在我身前 将我救下 从那天开始 父亲的情绪变得比之前更差 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 我身上的淤青一直都没有下去过 父亲的行为惹怒了一众邻居 他们赶过来 将父亲暴揍一顿 直接将他打得卧床不起 我本来以为 父亲的体格那么强健 过几天就会恢复原样 然而这次我却错了 父亲在一个晚上闭上了眼睛 然后再也没有睁开 我将周围的书败邻居们请来 请他们帮我埋葬父亲 他们虽然帮我处理了大部分的事 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那就是父亲的棺材 我的书败邻居们 大多都是穷得叮当响的人 及其其他费用后 再也拿不出一副棺材钱 我看着父亲的尸体泪流满满 这时家里的黑驴走过来 蹭了蹭我的手 我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是想让我把他卖了 然后安葬父亲 我心中虽然万分不舍 却只能带着黑驴来到集市上 健壮的黑驴很快就吸引了一个农夫的目光 他交给我足够买一副棺材的钱后 带着黑驴转身离开 而我带着棺材回到家中 请街坊邻居们帮我将父亲放进去 到了晚上 一股倦意袭来 我沉沉进入了梦乡 请站住